我自己是出生在台东 所以我从小对台东 就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台东是一个很得天独厚 有一个非常无敌的天然的风景 它的山跟海是很近的 但是不是逼迫的 所以在这个整个世界各地的环境当中 其实台东有一个很与众不同的先天的条件 但是台东在台湾来讲是偏乡 当我后来在国外到处在讲学 在上课的时候 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禅修 然后喜欢在这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去做一些long stay的休闲 或者是长居的打算 但是他没有选择台湾 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台东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常住久安的地方 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回到台东去做一场演讲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很适合禅修的地方 可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装跟行销 所以世界各地的人他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做一个身心灵的修炼 后来县政府就把这件事情 把它当成是一个政策 就是让民间一起来共同参与 来关心地方建设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就是身心灵的一个会所 后来就开始慢慢的这个因缘就渐渐的往台东这个地方去走 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空间 然后这个平台包括山包括海包括整个自然的风光 所以因缘即会就长到了这个都兰往北的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基地 那都兰山是在当地的传说就是圣山 因为它蕴藏蓝宝石 但是那个因为法令的关系 所以它是禁止开采的 那整座山都是蓝宝石就是一个宝山 我们现在宝岩禅寺就在都兰山的山脚下的那一片平原 那那一片平原非常的舒服 就是这个环境很幽静 靠山又面海 所以我们就选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世界级的道场 那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疲惫的时候 或者是忙碌的时候 需要充电的时候 他可以来这个地方 修行 休闲 养生 来自于找回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啊 禅是一个生活方式 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但是很多人以为啊 学佛是退休以后的选项 其实应该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生活方式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游走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都会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建立一个稳定的力量 那你有这个稳定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人事物 你都可以自在 那这个禅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大众可以能够体会得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跟教学的步骤 因此我们在这两年圆道禅院在发展这个佛法的推动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社会大众其实是很有条件去学习佛法 但是因为佛法门槛比较高 所以我们想要施设一个环境 建造一个修行的方式 是很接地气的 很亲切的 很容易入门的 但是呢 又可以深入佛法的town out的一个方式 因此就有了一个这个宝言禅寺的发想 那这几年我们在发现 就是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希望呢 佛陀的智慧 可以让所有的人零岁到一百岁都可以 可以得到佛法的滋润 但是这个工作 它不可以只是口号 它是可以变成实际上的行动 因为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他讲的第一部经叫做《华严经》 它的理念是什么? 它的理念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条件 出发心、集成、正觉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条件的人 你都可以圆满你自己的人生 可是很多人他并不知道原来佛法 他是要让我们圆满完成我们自己 他以为是在一种寄托 或者是向外的一种祈求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呢 用很自然的方式 用很有这个次第 很有效率的方式 来慢慢的进入人的生命当中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花一样 可以开的庄严 这就是《华严经》 《华严经》的理念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菩提种子 那我们怎么让它成熟 然后让它呢 最后绽放 然后完成自己生命的庄严 我们整个建设的过程 不只是建设硬体 还要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去建构一个清净的国土 但是这个方式呢 要怎么样让它一步一步的变成可行 所以我们就先从建筑开始 那建筑的设计 就从这三部经 《华严经》 它在讲的是圆满 无碍 世事无碍 圆融的法界 那再来第二个呢 《楞严经》 就是我们用这个楞严作为钥匙 让大家从迷转悟 从望转真 让大家呢 这个钥匙一开 就能够找到自己心里的密码 能够了解自己本来的 心里面最深的那个自我 所以当我们用楞严经来告诉大众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菩提心 可以像安安这样子 从危险的处境 可以变得安全 可以从不懂 慢慢渐渐的变成懂 所以它是一个开悟的经典 开悟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让他人也能够明白呢 那这个明白是什么 这个明白呢 就是如果我可以明白 所有的人都可以明白 那这就是《华严经》的理念 所以《华严经》在讲的是菩萨行 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他要让所有世界上的 所有迷茫的人 来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然后成就自立立他 自解决他的圆满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 他需要一个团队 他需要大众一起来发信帮忙 所以佛陀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成道 叶渡明星 那叶渡明星悟到了本来面目 知道原来人人都有佛性了之后呢 接下来他就讲《华严经》这一部经 把这一部经的所有的修行的法门 把所有菩萨的这种功课、任务 还有菩萨的愿行、态度 通通都在这一部经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因为这一部经是有八十卷 有六十五万字之多 因此呢 很多人啊学佛学很久 他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不敢读这一部经 所以需要有人去引导 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 就开始来推动百万华严的计划 就是先第一个阶段 先把经书送给 不管是结缘的 或者是推动的 那用各种方式呢 来供养给全世界的大众 那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供养一百万套 但是其实诵经的目的 是要让大众明白经典的道理 所以我们就同时推动 推动诵词的发心 那这个诵词的发心呢 有从实体的诵经班 还有云端的共修班开始来推进 那这几年呢 已经渐渐的越来越多人加入 越来越多的道场 或者是修行人加入 那这个华严经呢 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圆满 真正体现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一生 就可以修得成就 但是呢 如果真的要在生命当中呢 能够找到一个起始点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做了一个发心 就是推动写金刚金塔 金刚金就是一开始讲 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社会国奇数级孤独园 与大比丘仲千二百五十人聚 那一切聚足了之后呢 金刚金一开始就是 掩饰了一段佛陀 这一段呢 其实就在讲 修行没有离开过每天的生活 每天你好好的过 充实的过 自在的过安心的过 你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其实般若在哪里 般若不离开当下这一年心 所以我们希望呢 可以用很亲切很平常的衣食住行 让大众都融入在经典的精神当中 所以呢 这一个道场就是由这三部经建构起来的 我们刚刚开始要盖 没有人知道会盖成什么样子 那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盖道场的目的 道场的建设 是要让大众呢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你学佛没学佛 甚至于你只是 也许只是路过 也许只是 这个被人带来这个地方 游历一番 那你进到这个场域 进到这个道场 你自然就会在一个道场的空间的设计当中呢 你自己就会进入到这一种氛围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有子归家 让所有的人在心灵能够歇息的一个环境 但是歇息不表示退休 不表示没有作用 我们还可以在更精进的刻起取证 真的在这个精进用功当中 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起始点 甚至于我们自己的本愿 所以这里面除了金刚经的一个接引大众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实修闭关的禅堂 就是楞严禅堂 那这楞严禅堂 我们用的是楞严经里面 教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禅堂 然后用楞严经里面的修行方式 来让大众可以破旺显真 可以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是长期禅修时修的一个禅堂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结合推动云端的诵经共修 不管你是什么根基的人 你来到了这里 你可以参加一支箱 可以参加一个礼拜 你也可以参加一个月 甚至于你可以说 我要住在这里 我这一辈子就要终老在此 那这是华严禅堂 里面呢 就是用华严经 让大众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重重无尽的法界 什么叫做诸佛海会云来集 那有了这样子的理念之后呢 我们就希望啊 可以让大家都喜欢来 有时候我们看在道场里面 常常都是老人家喜欢来 小孩子怎么办 他很无聊 所以我们在推动 华严经的教育的时候 现在还特别为幼幼 学龄前的儿童呢 设计一套诵经的方式 每天20分钟 然后慢慢慢慢的去认识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佛法 那这些小朋友呢 我们今年试了之后发现 小孩子的善根比大人还要好 很好启发 他真的就是很真诚的 喜欢佛法 喜欢佛法 学佛的孩子不会变换 他一辈子啊 他的这个善根就会一直圆满 乃至于呢 他的善根藏水 隆天护法 就会常常遇到贵人 那这些孩子呢 长大了 他不管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 他都可以用佛法的慈悲的精神 来做人做事 所以我们也特别为孩子考虑到 这道场呢 要让零岁到一百岁的人 都喜欢、都觉得好用 都喜欢住在这里 甚至于他在这里面会得到他自己应得的 或者是他找到他自己的心愿 那这样子的道场呢 就会很完善 而且他不是只是一个殿堂的设计 不是只是一个空间感的呈现 他还结合了实际上动态的一个禅修 所以我们也还有文化的这个故事馆 那希望呢 透过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告诉大众 这些修行人都过了什么样子的人生 在生命当中 他怎么样找到他自己 他的开悟的因缘是什么 透过说故事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佛陀 了解禅宗的祖师 了解五百罗汉的故事 了解这些佛弟子们 甚至于还有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比的珍贵 也都是独一无二 那也希望呢 每一个人来到了这个道场 可以写自己的故事 甚至于可以重新 在出发 让自己离开了这个道场之后 或者是结束了我们这个阶段性的任务 我们这一生之后呢 生生世世都可以真的走上菩提之道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解一时的缘 我们也不是结一世的缘 我们要结的是永世 可以到成佛 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浪子 所有的游子都可以回家 所以在扣宗戏里面呢 每天僧人都会扣宗 每一句都是代表我们的心愿 无边世界地久天长 远近坦纳 真言福寿 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福报具足 寿命绵延 健康快乐 而且幸福 那浪子不伤 找还相紧 我们自己在流浪在三界 每个人都是流浪汉 那现在呢 回到了佛陀的家 那这是大家的家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在建保研的过程 不管你是谁 我们都要来参与 所以我们的参与呢 就有财不失 有法供养 财不失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智慧出智慧 有技术出技术 或者是口耳相传 让大家一起来建设道场 知福田 但是呢 最重要的 还要法供养 所有发心的人 参与多深 或者是只是结缘 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发心 这个道场是由三部经典的宋池 来成就 就是法供养 所以我们只要呢 发心参加三个百万的计划 总共要累计送一百万部的华严精 送一百万部的楞严精 写一百万部的金刚金塔 大家一起来击沙成塔 极易成球 把这个诵经的发心 来用功的发心 来回向 让所有这个世界上的大众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之家 而不是只是一个道场的成就 它是所有千千万万的大众 心里的道场的建设 那这就是宝言阐释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希望成就的 不是只是建这个道场起来 而是透过建道场的过程 建构了大众的心里面的道场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枉费 这一生与佛陀相见